台风凯撒纳登陆越南之后已经逐渐减弱 预计30号登陆老挝和泰国 泰国方面已经发布了台风预警 政府也专门设立了5000万泰铢 约合149万美元的台风应激资金 朝鲜副外相调集运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 朝鲜半岛乌核化的进程取决于美国是否改变对朝政策 他表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防止战争 仅仅是为了威慑针对朝鲜的军事进攻和威胁 朝鲜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核武器 确保不发生核扩散 朝美在双边会谈之前为登局主导权展开较量 朝鲜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朝鲜半岛能否实现无核化取得于美国的态度 朝鲜副外相朴希冤在联大演讲时多次强调朝鲜拥合的正当性 他表示尽管朝鲜一直以来追求朝鲜半岛无核化 但是为了拥有对美国核威胁几军事打击的遏制力 才延迟了核武器 朴吉渊还称朝鲜方面一直以来都在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但美国政府也必须抛弃旧的对抗观念 并在行动上做出一些改变 此番讲话与29号凌晨朝鲜驻英国大使慈成南的话相呼应 慈成南表示如果朝鲜的自主权得到尊重 平等权得到保障 朝鲜可以契合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则称还没有做好同朝鲜进行双边对话的准备 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操事过急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驻国务卿坎贝尔表示 现阶段美国正与其他六方会谈成员国保持高度协调统一 以计划下一步的措施 坎贝尔强调美国当前的目标是 使有关国家在与朝鲜接触的过程中 不产生意见分歧或矛盾 第二批韩方离散家属会面团 29号下午抵达了金刚山与朝方家属团聚 由于离散家属大多年事已高 这次团聚很可能是他们有生之年 他们有生的国家旷运也非常方便 第三批天